然後呢這個在行駛的過程當中 那還有什麼你會特別注意的 摩托車它從那個縫縫那樣抓是非常危險的 哦對啦就是通常摩托車看到大車會閃遠一點 但是在鑽車縫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真的要特別注意一下 對 好歡迎收看S.I.Car S2Q 我是Andy老爹 我們今天要來聊一下 如何成為一個優良的商用車安全駕駛 在我旁邊呢是一位大美女小菜Q 快四年的職業駕駛 而且是優良駕駛 請問你的優良是怎麼來的 我的優良是零事故啦 零事故哦不錯好零事故 優良的商用車安全駕駛 我們今天其實找他來聊聊 因為在去年喔 全台灣還是有超過一萬件交通事故 包含大小車 大小車都有包含腳踏車等等 那比例還是偏高 那也請小菜Q來分享一下 在開車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今天好好跟觀眾來分享 好不好 OK 好我們上路前 是不是要做什麼事呢 要檢查車輛 檢查第一個重要就是輪胎 輪胎一定的 胎紋 胎壓照明 照明 大燈 方向燈 煞車燈 倒車燈 燈具的部分 嗯 輪胎的部分 輪胎最重要對不對 對 對 煞車會不會檢查 加減 煞車 還是會啦 對 定期檢查 好 那我們就上路跟各位分享囉 GO 我們先問一下小菜Q 就是你通常在開車的時候 你最在意什麼 就是在行駛的過程當中 你最 你會重視哪一些安全的部分 就一定就是盲區 你都看不到要怎麼注意 頭要左右轉一下身體 要移動 有的很多都是A柱擋著 你頭沒有這樣看一下 就會沒看到 稍微移動一下身體 就是減少盲區就對了 是的 好 然後呢 這個在行駛的過程當中 那還有什麼 你會特別注意的 摩托車 它從那個縫縫那樣抓 是非常危險的 喔對啦 就是 通常摩托車看到大車 會閃遠一點 但是在鑽車縫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真的要特別注意一下 對 像停紅綠燈的時候 就是可能前面旁邊都是摩托車 我就會選擇 但是他們都走了 我再走 安全更重要 停車的時候呢 有沒有 身為一個優良駕駛 你都是 會注意哪一些地方 就是要注意 不要並排停車 違規停車這樣 就是遵守交通規則啦 這是身為優良駕駛的 第一門功課 是的 對不對 我開車也算蠻安全的 通常第一個 因為十字路口是一定會碰到的 對 遇到十字路口的時候 我的習慣 第一個一定是左右看 除了有沒有來車 包含有沒有行人 然後小朋友啊 有時候他可能會在玩 突然跑出來 對突然跑出來 然後有沒有什麼腳踏車啊 因為像台北市現在U-bike很多嘛 所以這部分就是前後左右 然後這些會移動的物體 人啊等等都要特別注意 這個是在路口的部分 在這個保持車距上 安全車距 這個你是怎麼抓的 就盡量離前車遠一點 遠一點 對因為有時候你載重的話 他刹車距離就要拉得更長 小車開在大車跟大車中間 不要覺得那是超車用的 或者是塞車之類 你就要塞進去那風 那有時候是大車留給自己的刹車距離 對對對 因為你要知道大車的刹車距離比較長 那因為你做這樣的動作 有可能這個危險的部分就會比較多 像如果大車轉彎的時候 因為他的弧度比較大 他有內輪差嘛 有時候你可能就是要開到內線的左右地方 你才可以右轉 後面才過去 然後可是後面他那個縫 就會有摩托車去轉 不然就叫車要去轉 對 然後大車也轉不過去 因為他轉他就A到你了 然後你也卡在那裡 對對對 就是有的人不知道那個內輪差 因為開大車真的實交很多 剛剛小菜給我講 就是說他會注意前後左右 你看特別像這個 兩邊的鏡子會特別注意看之外 重點是他會看一下前方 有沒有 稍微看一下前方有沒有 因為有些可能行人 不小心過馬路的時候就會 他會靠車子太近的時候 就會進入到盲區 對對對 然後就要看一下那個 車鏡子這邊 右前方這個照地鏡 對 所以這個部分呢 一定要特別注意 身為一個優良的職業駕駛 在開車的時候 第一個速度放慢 特別是行進路口的時候 對 然後一定要看清楚 前後左右 對 然後鑽車縫的時候 記得要 真的要特別小心 最好是不要鑽車縫 最好是不要鑽車縫 大車又不是馬上能停下的 真的真的 對 你平常針對車輛 會不會有做一些 安全上的一些措施 有沒有 保養那些是一定要的 都一定要定期回去保養 煞車啊 油什麼之類的 對啊 定期保養 路上的話就是載重 載貨 載貨有的 比較特殊的 會超高超寬 那個都要特別注意 哦 因為這都有限制 對不對 對 那個 新駒應該很多那個超高 就 撞到 撞到什麼 橋墩啊 對啊 然後還有 像一些東西 一定 一定要 捆綁 哦 捆綁 一定要捆綁牢固 你如果在路上覺得 不是很安心的話 就最好是靠路邊 再下車確認 OK 對啊 那但最後我覺得就是 因為像這部車 也有裝 360度環景嘛 對現在都有強制要裝 加裝 像我現在這台也有 你看好 四個螢幕 所以這個就是在慢速移動的時候 要善用 開車還是專心看前方 對 當然當然 轉彎什麼 它有時候可以卡 而且現在它如果 稍微注意一下 打方向真的的話 它螢幕會 會切過去 對 對 看的到的地方比較多一點 就是要瞄一下 對 善用這些多餘的鏡頭 也算是幫你增加眼睛 對 然後減少盲區 對 所以這個都可以多加利用一下 有的車你想要切到大車前面 可是你又可能會有點怕怕的 它如果打雙黃燈 就是一直它要讓你 然後如果是晚上的話 它有可能會關大燈 對 就跟你說這個距離夠 你可以切進來 我讓你這樣 OK 然後等你切進去 你要的車道之後 你可以再閃一下雙黃燈 跟後面的司機說 謝謝 哦 對 就說有一些 也可以雙向溝通的 友好行為 對 這個可以大家互相一下 就等於算是一個禮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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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